就是你要穿脫的時候 你一定要整個襪子 你一定要鞋帶鬆開 這也是一個缺點 就是如果要穿脫鞋子 你看 直接拔不下來 但是它有另一個優點 就是它很包住腳 但是如果你不把鞋帶鬆開 是脫不下來的 它實際在跑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緩震跟舒適度來講 對於新手跑者來講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開箱的 就是這雙迪卡農所推出的 他們的第一代碳板鞋 那這個型號是KD900X 那這雙鞋也可以說是 目前市面上當中 以一線品牌來講 我們就先不談論 就是中國對岸的這些碳板鞋 就是以歐美市場 日本市場來說 它應該算是目前入手價格 最低的一雙碳板鞋 究竟這雙鞋推不推薦呢 我們就在這支影片即將告訴大家 那我們先講結論 這雙鞋呢 整體來講 在它的價錢來說 是非常具有競爭力的 因為以同級的碳板鞋來說 找不到應該比它更便宜的 但是至於推不推薦大家買 就讓我一步一步分析給大家知道 那迪卡龍呢 他們也在官網宣稱 他們這次的跑鞋呢 也是跟法國的化學公司 Arkima 一起合作推出的這個新的科技 那這個新的中底材質呢 是使用這個PBEX VFOAM 那這個科技用料呢 他們在官網寫說 會可以有很好的動力推進效果 提升了20%的能量 至於 穿起來的腳桿嗎 對了忘記提到 它的碳纖維板呢 也有宣稱這次是使用這個 蜂鍋結構的設計 那結合這個中底的這個科技 也就是這個 PBEX VFOAM 中底材質 結合之後 官網寫說 推進效果有75% 但實際我穿起來 那我們先來聊中底好了 那實際來跑起來的這個中底腳桿呢 我必須講 很硬 偏硬 那 雖然看起來外觀這個 中底科技是蠻厚的用料 但實際 剛剛在跑步的過程當中 甚至我們在靜態上 用踩的方式來感受 都會感覺這個 碳纖維板的存在感 是很明顯的 什麼叫很明顯 就是你會覺得 一整塊在你腳底 然後你往下踩 這個潰縮程度 其實是 沒有很好的 就你不會感覺 往下踩是有那種 COUCHION的感覺 所以必須說它的中底是偏硬的 那以往我們穿過比較Q彈的跑鞋 適應了之後你就會覺得這個緩震啊舒適度或是這個Q彈的跑鞋 出彈的感受到跑步動作都是很舒服的 但整體這雙KD900X 跑起來的腳桿 我覺得整體真的是偏硬 然後推進效果呢 雖然說它有全掌式的風潮碳板 但實際跑起來我覺得它的推進是有點有限的 就你不會感覺到 你落地之後很明顯一直被往前帶動推進的感覺 那它因為前後的這個竹跟差也沒有到非常的明顯 所以你會跑起來的感受不會有很明顯的被鞋子帶動滾動 很明確的這種感受 雖然它有推進 主根會有這個蹦蹦蹦 可是你會覺得落地第一個感覺偏硬 然後第二次又沒有很好的這個滾動效果 第三會有一點點的這個推進感受 所以我覺得整體這雙鞋在跑起來的腳感上 我覺得它沒有很適合出街跑者 應該說我們以出街跑者的訴求來說 一定是很好的緩震 然後很好的穩定效果 然後再來一點點的推進效果 但它實際在跑起來的感覺呢 我覺得緩震跟舒適度來講 對於新手跑者來講可能是蠻有衝擊性的 因為腳感偏硬 你會覺得跑到後面可能關節上負擔是比較明顯 然後推進效果呢 雖然它主打說它是碳板鞋 但我覺得這個腳感不太像碳板鞋的腳感 覺得跑起來其實是有點一整片蹦 但是往前的感覺是很少的 尤其剛剛我們在跑步的過程中 應該可以聽到這個畫面 我還有特別把收音稍微放近一點 你可以感覺到每一步落腳的時候都會很大聲的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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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落地的扎實感是很明顯 這個落地的扎實感是很明顯 不知道是不是 穿著到尼卡納的跑鞋的關係 今天跑起來特別的 就是有點辛苦 當然昨天訓練可能有點影響 但我覺得這雙鞋 腳感不是很OK 它跑起來雖然它有碳板 可是整體的碳板其實是很LINK的 就是一整片覺得BOOM 打在地上 然後再加上它的重點材質 其實看起來雖然很有彈性 但直接跑起來我覺得 力量其實是沒有到很Q彈的腳感 就是比較偏硬 所以整體跑起來 你會覺得整個 靠地的感覺是BOOM BOOM BOOM 一整片的打在地上 跑起來有點辛苦 BOOM 除了這個之外 它的腳感在包覆性上面 我覺得就算是中規中矩 不會特別覺得包覆性不足 但是也沒有特別覺得 它很透氣 就是我覺得適中 那以腳感來講 跑到後面會有一點點覺得 有點沉重感 雖然這雙跑鞋主打有輕量化 但是以它的重量來說 在這個價格區間帶 其實沒有特別有競爭力 那跑到後面也會覺得腳感 越來越有跑鞋存在 讓你一直覺得它 就在你腳上的這種感受 因為其實有些比較輕量化的跑鞋 你會覺得它是人腳合一 應該說人鞋合一 跑起來就是很輕量的感覺 剛想到還有一個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收到這雙鞋其實蠻驚艷的 就是以往我們收到的跑鞋 都是用網購的方式 都是鞋盒外面多一個紙箱 但可能以這個價位 它想要環保啦 所以它就直接把這雙鞋丟在紙箱裡面 所以我來的時候收到紙箱打開 就直接是鞋子本體 然後用一個透明的束帶 把兩雙鞋扣在一起 可能這就是迪卡龍的風格 那整體這雙跑鞋在實際的腳感上 我覺得真的整體偏硬 然後落地的腳感也會覺得很一片式 所以我覺得這個感受 對於一般跑者來講 可能普遍來講感受不是太好 雖然它有碳板鞋 然後價錢在碳板鞋的定位來講是非常便宜 但我個人是不太推薦啦 那原因是因為其實以3999這個價錢定位呢 你在現在的Momo或是PC Home這些電商平台 你可以找到各家運動品牌 像是亞瑟士的GT2000 Nike可能是小飛馬39 甚至是美金龍的這個Web Rebellion系列 其實都有蠻多 我覺得腳感上 贏這雙跑鞋非常多的選擇 所以如果是3999的這個價錢區間 會不會推薦這雙碳氣氛跑鞋呢 我是完全不推薦 所以如果你的價錢區間 大概在3000多塊 我覺得選擇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但如果你非得入手一雙碳氣氛圍跑鞋的話 我會認為你可以到Outlet選擇一些過季的 可能是Ardeos Pro 3的一些過季顏色 或是Next Percent 大概都是在5000多元就可以買到 比較好比較真正的碳氣氛圍跑鞋 那必須老實講 如果你真的要入坑碳氣氛圍跑鞋這個領域的話 它絕對不是一雙非常適合你新手入門的第一雙碳氣氛圍跑鞋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們對於這雙迪卡農 KD900X的這個評測啦 雖然很淺顯然後可能負面比優異的這個表現評語還多 但我覺得這就是非常實在我真實的心得 畢竟這雙鞋是我們自己花錢買來的 所以我覺得以三球99這個價錢區間 真的不太推薦大家去買這雙跑鞋 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我是尾嘉楊隊 如果喜歡我們這系列跑鞋評測影片 記得按讚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